Hello大家好,我是小豪 最近发了很多关于日本疫情的视频 然后分享了一些最新的消息 但是还没有到街头正式的给大家拍摄一些实地的情况 所以今天小豪就来带大家看一下 在疫情之下 日本东京银座的街头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啊对了 考虑到有一些朋友可能不知道银座是什么样一个地方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在疫情爆发前的银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么再来看看现在的银座 然后今天礼拜天嘛 到了周末 这边都是会弄成步行者天堂的 然后现在全部取消了 这里是银座最大的苹果店 也已经关掉了 想问大家这样的银座街头 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LV也已经关掉了 然后还有对面的香奈儿 都关掉了 银座的松屋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百货店 也全部关闭 卡地亚这边也全部关掉了 这边是银座的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讲看看 这个骑士 咬这边有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